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市立图书馆为了因应新冠状肺炎疫情 在防疫期间特别提供民众免费线上阅读 将近2万册的电子书 让民众在家不用出门就能够借阅 也欢迎民众多家的利用 在手机上简单点几下 就能轻松借阅到想看的书籍 花莲市立图书馆从4月份开始 提供民众免费借阅在UDN读书馆 电子书平台上的2万册书籍 种类相当丰富 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有花莲县公共图书馆借书证的民众 就能透过身份证字号做登录 市长为家贤也鼓励民众连假期间 可以多加利用 在家阅读还能兼防疫 那我想在防疫期间 或者是连续假期期间 是家长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也可以避免要到人潮拥挤的地方 那接下来的书 不用担心没有网络就无法阅读 它接下来有14天的时间 会存放在你的电子载具里面 那电子载具的部分 也包含了手机还有平板 那手机平板也分别 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合适 来符合我们每一个阅读者 使用阅读的方式和习惯 那花莲市立图书馆 跟花莲市公所 全新的来为我们所有的 相亲好朋友来做服务 也希望我们在防疫期间 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保护自己的动作 也能够培养阅读的习惯 那也能够持续的来阅读 在UDN读书馆平台上 每次可以借阅五本书 借阅后也不需要担心忘记归还 因为14天借期一到 电脑就会自动将借阅书籍归还 花莲市图书馆馆长陈一玲表示 电子书APP会随时记录 每个人的阅读进度 让阅读更加随性没有负担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阅读 享受阅读 爱上阅读 记者 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 花莲市报导